圖長今天台股大盤上衝下棋 欸 貴買指數是連四天下沙 我們該怎麼辦 對啊 台股好誇張喔 上去100點 下去400點 再上去300點 上衝下棋再振幅800點 這行情怎麼辦 看起來是不是要逃命波 欸 可是我並沒有這樣認為 那為什麼 雖然爆大量為什麼 可是我跟大家講 現在是關鍵24小時 這為什麼 其實很多股票在今天拉回過程中 拉起來了 那這樣是代表有什麼含義 今天節目一定要看 不然不看的話你會後悔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4月14日 台股開牌16869點 中場收在16865點 漲41點 美債殖利率下跌 銀行股有壓 那美國現在是暫停使用嬌生疫苗 也連帶影響旅遊航空股小幅下跌 那珀斯拉是暴漲超過8% 引領標普500指數再創歷史新高 四大指數漲跌互漸 再來看到台股 今天早盤呢 最高點有到16935點 隨後進入高檔 高低起伏上衝下棋的階段 今天高低點的政府有達376點 更是創下了成交量的歷史天亮4838億 後續排斥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台股王 單舟績效記錄保持人 同時也許全台灣LINE Telegram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常常爆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肉依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投資長 你好 昨天啊 釋迦摩尼你好 欸 釋迦摩尼 剛剛有Google 證據的名字 釋迦摩尼 今天頭造型得高 今天頭造型看起來好年輕喔 你應該知道投資長叫救救我吧 我以前說釋迦摩尼救救我 oncle救救我 你不要學我的笑話 哇 這火八名的人笑話 平常還是我笑話的人 釋迦摩尼救救我 救救救救 這釋迦摩尼 好可愛喔 看起來今天年輕好像十歲 大家心情應該比較好一點 沒關係 好 你繼續講 好 對 今天啦 我要先謝謝投資長 因為昨天 你在影片的時候就有跟大家提到 我覺得這是你近期 第一次提醒大家要注意風險囉 因為連續三天都是收黑 你剛剛很清楚明白 告訴大家這兩天 台股呢 還是會 沒有辦法再創新高 對啊 你看沒有啊 千百大盤大漲 快100點買100點左右嘛 那時候還好有你提醒 沒有進去追高 因為馬上就殺下來 好恐怖喔 殺了300點 對 那你繼續說 對 那今天大家也想知道 因為我們又出現了這個白點下影線 投資長去年的預言很準喔 有告訴大家 白點下影線就是買點 那今天 投資長這個大盤你怎麼看呢 嗯 你這好問題耶 好起手喔 我可以慢慢回答嗎 好啊 好啊 我慢慢跟大家說 今天下影線多少點啊 兩百...三百點啊 三百...三百零六點 媽媽咪啊 先攬一百點 是 再殺個三百點 對 再拉個三百... 再拉回來 說說 先攬一百點 再殺個快四百點 是 然後咧 然後再拉個三百點 是 你可以想像嗎 先攬一百點 再殺四百點 再攬三百點 嗯 來回戰政府 哇 八百點 嘿 哦 站衝下席 為什麼 都單衝客嘛 哦 我就說 所以我才說 昨天說注意風險 然後底下就有人留言說 頭長啊 什麼注意風險 你怎麼昨天底下才講這種話 我是在昨天創新高的時候講這個話 好不好 幸好我昨天有講 所以頭廟你看喔 分析師喔 怎麼講都不對 你知道嗎 那就像我譬如說友達 十塊就在講了 然後可能到這幾天 有人追到最高 頭長你不是說你看好友達 我買要二幾塊 我買要快三十塊 對 頭長怎麼辦怎麼辦 救救我 頭廟很好笑耶 我叫你珍惜一字頭的日子 我一字頭的股票 一字頭有他我還在報啊 二字頭有他我沒進場啊 所以你看當分析師難為 可是頭廟 我是這樣講喔 我覺得喔 近期在我 我覺得我做分析師 兩個字 良心 求我自己心安 我個性求我自己心安 我不管別人怎麼想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 想太多別人的想法 怎麼想都不對 我對得起我自己良心 這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不管怎麼樣 我這個行情 我覺得這邊 稍微風險高一點點 我就提醒你風險高一點點 我提醒各位說你不要去借錢 去買股票或借錢來參加會員 就是這樣子 有人又因為這樣子 說頭長 哇 你說不要借錢參加會員喔 頭長 那我是不是不適合 我說你就是不適合 你就是不要借錢來參加會員 我是很認真跟你講 我不差這些錢 頭長 大家做朋友就好了 頭長 我是很認真跟大家講的 大家做朋友就好 你錢不夠 你資產30萬以下 其實你就不需要來參加我會員了 好不好 大家呢 你來參加我演講就很開心 只是這次演講 基本上 你可能搶不到位置 我們第一天 下禮拜二會先開放什麼 早上10點會先開放 那個VIP的座位 這是要收費的 對 隔天 到隔天中午12點截止 隔天中午12點 下禮拜三 等於22號嘛 應該是22號 是 21號 21號 21號禮拜三的時候 再開放免費的報名 好 額滿截止 可能會額滿喔 同樣我是很認真跟你講 上次演講 我就已經打破台灣分析室的紀錄 一產1000多人 這一次的產地更大 可以多到那五六百人 可能會接近 他1500到2000 你會嚇死你 可是還是爆滿 因為 一月行情沒有現在那麼熱啊 你知道你懂嗎 一月行情沒有現在那麼熱 投資長我現在好像 YouTuber YouTuber的訂閱率 也有快7萬人了對不對 是啊 為什麼我看到你頭髮 我就覺得很好玩 那我今天這樣講話 沒關係 我比較喜歡你這樣講話 你在講話 散步朋友會覺得 小不及我們 用鼻孔 用鼻孔看人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謝謝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覺得 是覺得很好玩 講一講 我也不懂 不小心笑出來 看你頭髮 好沒關係 所以我要說說 那個到時候 這一次的演講一定更棒嘛 那四月四號是台北 先台北再台中 對 隔天高雄 禮拜天高雄 要記得時間 你要空出來了 我已經提早跟你講了 可是我要跟你講 你不要說 那我參加確定演講以後 參加到演講以後 我再來報名 第一個 你可能參加不了耶 對 你可能參加不了 為什麼 因為人太多了 同樣我一直在講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第一名 大家都說自己是第一名 可是誰是第一名 誰是第一名 你去想看 你要知道 為什麼說誰是第一名 我一直在講 來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有點斷線 我一直說誰是第一名 我說歡迎比較 為什麼說歡迎比較 看我們演講的人數表 每天一定要解釋任務 看我們演講的人數表 你就知道誰是第一名了 我一場演講一千多人 那這次行情比以前更熱 我一定要 你要同秒 這次演講 這次演講一定很多人 想知道很多事情 第一個 紅海會不會在漲嗎 對 台積電會不會在漲嗎 對不對 還有什麼的股票 還有很多的股票 它會不會再創新高 重點是五月的行情 肉眼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人問我 投資人五月怎麼樣 對 五月怎麼走 那一定是演講才講嘛 是不是 很多秘密要留在演講才講 不然沒有意義嘛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每一次每一次 我都盡量的預告在前面 我不去施肉化 不去馬後炮 演講的數表 這是 這演講還算少 可能要請我們導播 請我們製作團隊 傳那個演講的表給我們看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我直接給你看我們演講的一個 來 照片 畫面比較 就這麼多人 就誇張不誇張 一場有沒有一千人 你自己數 超過一千多人 好不好 對 這一次人會更多 畫面給我 這一次人會更多 你知道什麼叫第一名分析師 可是這代表這行情 可是我跟你講那是一月 現在行情比一月更熱 我們來看一個表就知道了 來 今天公安時報的頭版 然後告訴你說台股 我創下一個成交量的一個記錄 成交量的一個記錄 你看 股市成交量前十大 有沒有看到 是 今天應該就是第一大了 今天應該就是第一大了 因為今天成交量比昨天多 對 昨天是貴買比較少 是 可是上市大盤是比較多 有沒有看到 對 4月13號 4月13號 所以你看到4月9號4月13號 大部分的一個成交量記錄 都集中在4月9號4月13號4月12號 都是5千億以上 有沒有發現到 是 我那時候辦演講是1月9號1月10號 所以換句話說在辦演講之前 成交量並沒有出來 是辦演講以後才出來 所以這次演講人數一定很多 很多激增 就是因為很多股市小白激增 我要告訴你 第一個你要選第一名分析師 就是我 我剛才看到演講人數表 我歡迎你去比較任何一位分析師 不會有人像我這麼多 而且我部分還有收費 通常我跟大家講 而且我是刻意留位置給你們 給免費的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誤萬出眾 所以你要選你就選第一名分析師 所有的股票 為什麼每次一選 很容易展停板 侯長這是你的股票還好 沒有 我是少數比賽 績效 這禮拜還是正績效的 這禮拜大家都跌 我是跟你講 你不要這樣看 康普這禮拜還是漲 所以你這禮拜 第一天就展停板 你沒追到嘛 你自己追到比較高的 肉眼你聽得懂吧 所以我這次經激日報 我這禮拜還是怎麼樣 還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行情 什麼叫很厲害的行情 來看一下 今天趕快多 4739有沒有看到 康普有沒有看到 這很誇張 今天走這種事 對啊 很多股票吃今天這種事 那我今天要選什麼 選AES嘛 這禮拜不是你看 AES更誇張 從跌停打到快展停 對 從跌停拉到快展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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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錯 從跌停拉上去 等一根展停了啦 對啊 是不是 所以很多股票其實 這告訴我一件事情 我說 我有說一件事 我昨天跟你講嘛 風險 好多網友都說 你怎麼這樣講 什麼叫跌下去才講 我說什麼叫跌下去才講 昨天是創新高 昨天是股票算來跌 所以你看我怎麼講都不對 可是我不管 我不管 因為其實畢竟 不論是跟我想法 跟我想法不一樣的 或者是雙名 他畢竟是少住 我要看大多數人 大多數是希望我講實在話 我就做我自己 所以我跟大家講做實在 做實做我自己 我不管大家怎麼想 反正道不投不相為謀 反正你 如果你不認同我沒關係 可是到最後你還是會選擇 第一名分析師 因為如果你夠聰明 就知道 做股票要做第一名的 你聽懂吧 對 找分析師要找第一名的 對啊 好不好 你去看一件事 為什麼找分析師要找第一名 你看6187 萬論今天漲停啊 我發公共簡訊啊 畫面給我 萬論我今天發公共簡訊啊 投票說我說 你去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肉依看一件事啊 有哪個分析師股票 所以有些人 有些人新交流會員搞不懂說 投資長啊你怎麼股票 沒有每天進場 我為什麼要每天進場 我去講一件事 求安心 什麼叫求安心 肉依我單身可以表 說投資長啊 你很厲害 你知道今天 間諜的時候有人在問我啊 投資長 啊你知道今天股票會跌 萬論會跌 啊你為什麼不跌 然後逢低買 你當我超人 真的當我超人是不是 如果自己操作可以啦 可能可以啦 抓個價差 可是我是帶一個千鈞萬矛 帶一大堆散物來進場的 沒有這樣做股票的啦 你懂不懂 我發個簡訊 有時候半小時一小時 才會全部人知道 有些人 有些人是工程師 在無城市 不能帶手機 你懂我意思吧 對啊 傳個簡訊 要半小時一小時的 沒有那麼快 不是這樣子吹高沙低 而且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那是現在行情好 在今年之前 單充十個裡面九個 是賠光光的 是賠錢的 所以你們不要 因為現在行情好 就做一個放大槓桿的動作 包括融資 包括單充 你們要做做偶爾單充 比如說我年輕的時候 沒錢的時候 我會做這樣子 會 比如說我資產 從十萬滾到三百萬的時候 我會部分融資 我會一百萬融資 你聽得懂吧 我是部分融資 可是我知道風險是什麼 你不是你全部的三百萬 你又在融資 你只要一根跌停 你就拜拜了 一兩根跌停 就說兩三根跌停 你就拜拜了 你聽得懂嗎 對 所以這個股票就這樣子 就像四星嘛 有沒有 對啊 四星已經連四天 都是跌停所時 對 大家也都很緊張 然後我們也看到說 AIC設計股好像也連帶受影響 都是一連一連這樣子連環報 對啊 你看幾根跌停 這風險 你知道融資你遇到這個東西 你一輩子就破產了 是啊 你懂嗎 我還是要跟你講風險 為什麼跟你講風險 跟你講風險 其實我會少收很多會員 我可以跟你講很爽動 我一定會賺錢 我會怎麼樣 有網友留言說 頭子長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有多少的信心 你一定要賺錢 我認為我信心非常高 可是他的語氣 他在下面留言 你們都看到 他語氣是 我認為他的語氣是希望我告訴你 我百分子來信心 我百分子來獲利 是 可是我們的法規告訴我 我不能跟你講百分子來獲利 你說百分多少信心 我對我自己一向有信心 可是當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是怕你 對我沒有信心 是 你懂嗎 你很多的時候 你可能自己就被洗出殘了 就像萬論賺我賺150% 有人有會員 賺個50% 賺個10%就走啦 也有啊 對啊 你懂不懂 所以當你問我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你也會不了解投資風險 但你不了解投資風險的時候 很奇怪 你就賺不了那麼多錢 你懂嗎 當你了解投資風險的時候 你就不會過大槓桿 你不會過大槓桿的時候 你沒有去借錢買股票的時候 有時候一根跌停你受不了 可是你借錢買股票的時候 你一根跌停 我告訴你 很怕 十之八九的你晚上睡不好覺 是 所以我要告訴你投資心理學 可是當你正確的 有一個投資心理學的時候 你才可以賺比較多 我今天沒有槓桿的時候 我沒有犯槓桿的時候 我今天怎麼樣 發生了6187 像這種台股的一些長案 看起來上去100點 下去400點 再上去300點的時候 你會在這邊買股票 是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明天是台積電的法說會 是 台積電是台積電法說會 同朋友你去看今天台積電多少錢 今天台積電收盤來到612 最低600塊 收盤來到612 填權息 很多台積電為什麼台積電 閃不上去 因為賞戶太多 因為賞戶100萬賞戶 他只想逢低買台積電 逢高賣台積電 你們都把台股當賭場 不行 台積電我希望你們 你們要放長的 當然你可以 比如說你要做賭場 可以這樣做什麼 比如說你有10張台積電 你一張來回買 是可以 這叫小賭一性 可是你要搞清楚 他是賭 然後不是投資 除非你像我一樣做這麼多充足的準備 你聽得懂嗎 所以這就是你 你現在看你一張分析師 邏輯很重要 邏輯很重要 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件事 如果邏輯 你不了解你不了解股市的邏輯 你在股市中賺太多錢 我可以打包票 10年內你都會吐出去 都會吐出去 我看過太多例子了 所以很重要 所以你看一件事情 來ROY 600塊 最低600塊 為什麼成為我是玄虎冠軍 還是持續玄虎冠軍 因為我看到大家看不到未來 你看今天最低600塊 我那時候說600元以下 是你大家 是老天送給你的禮物對不對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重播 而且那時候順便講萬論 還講華涵 很誇張 我說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之前 3月25號 那時候你看到台 3月25號請稽的日子 那時候台積電575塊 來 3 2 那時候好像萬論才100元還100元 對 3 2 1 預告在前面 因為我預告人力 同秒 很多要跟你講6187 我還是要講萬論 今天的股票 我還是花個時間跟你講 我預告在前面 萬論這種展法不對勁 你看喔 112 現在150啦 嗯 你沒看起來要噴出去展停啦 你去看 112 我跟你講說是 好的不對勁喔 你看清楚喔 那時候看得出來 是要旁趕 不是壞的不對勁 是 因為台積電那麼弱勢的情況下 代表台積電2801資本支出 可能是完真的 你看喔 好 台積電不好 可是萬論好 嗯 頭部有這代表的意思 齁 大軍未動 兩草先行 兵馬未動 兩草先行 什麼意思 你還沒打仗的時候 已經有人先運送食物了 開始運送 代表準備打仗 準備完真的 你看台積電很弱勢 可是設備股告訴你是完真的 聯電告訴你是完真的 你不要在這邊跟你開玩笑 到時候噴出去才覺得沒有什麼 我再強調一件事 600塊以下的台積電 2021年的600塊以下 我要講清楚哪一年喔 2021年600塊以下的台積電 是老天送給你的禮物 今天 我要給你送給你禮物喔 今天575元 我跟你講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不要到時候找到600塊 650甚至700塊 頭長你好厲害 我跟你講 我就是比人家厲害 我就是敢預告在前面 我不可以模糊化的 我不跟你模糊化 我今天已經兩大預告了喔 華航的預告喔 台積電預告喔 華航的預告台積電預告 如果你們誇張 誇不誇張 來看一件事 先來看華航的預告 再來看台積電預告 華航今天多少錢 17.45元 最高來到快18塊 18.35元 3月25號華航多少錢 3月25號這邊 喔 華航這時候 有沒有到 3月25號有沒有到 3月25號 華航第一家啦 嗯 那時候14.7元啦 我說要珍惜16塊以下的花的日子 16塊以下的日子 對 像14 你看 你看那時候 好 就算了 6187 這同樣的一個 一個K線 會給你 6187 同樣的K線 那時候多少 萬論第一根 這叫盤桿 欸 我看到萬論噴出去的 我知道台積電會噴出去 你不是叫盤桿嗎 有沒有 所以我講這時候會很現實 很多人很努力 很多人想要跳得很高 沒很多人去練小腿肌肉 你可以斷灌籃嗎 你一輩子還是灌不了 因為你身高已經決定你90%的勝負了 很多人每天要去學數學 先輸算 先心算 可是你就搞不 可是有些人 天生數學就比你好 很多人想要了解股票 可是他敏感度 一輩子也沒辦法追上我 可是 你 學再多的一個小腿肌肉 學再多的柔軟度 力量 你投球速度可能還是沒辦法150公里 沒辦法像職業選手一樣 沒辦法像玩劍民一樣 沒辦法像Laboran James一樣灌籃 可是投資很簡單 你只要照我做就好 所以你要找一個正確的投資顧問 低名投資顧問 哪個人可以這樣子看 肉依很多事情 你不覺得很講求盤感嗎 看這邊第一根你看得出來嗎 肉依看得出來嗎 我自己看不出來 你自己看不出來對不對 對啊 這就是盤感 有沒有 把它塗掉 你看得出來要拉上去嗎 你看得出來嗎 你看得出來嗎 我看得出來 大軍未動兩草先行 而且那一天不只是萬倫動 其實有一些甚至連電在動 所以這就是盤感 所以你需要一個專業分析師 盤感以後呢 全台灣我那時候第一時間跟你講 千億的資本支出 千億美元資本支出 全台灣我是第一個 我歡迎比較 我是那個人說我比華爾街要領先 所以我叫榮耀華爾街 我的節目就是要比全世界分析師還厲害 有沒有 我知道你不相信這一段 如果你沒有經歷過上上禮拜 那個震撼教育的話 我歡迎你回去加我的Line 加我的Line以後加入推廣 因為Line沒有之前的資訊 可是加Line以後告訴你怎麼加入 台語圈你可以去看我 所有的一個紀錄 你發現投資產來自未來 我看到你看不到未來 我頂多有時候的小問題是 有時候看太遠 你懂不懂 看太遠 像帛琉一樣 我說到時候一定抱團 好不好 現在說取消投資產你沒有對 我說你不用擔心 到時候一定抱團 好不好 這一定抱團 我可以跟大家打包票 好不好 這個因為他現在 搬機取消 反而會自主管理天數變少了 反而會抱團 到時候花航會再漲一波 長動環會到時候會漲得 可是因為像帛琉之後花航在飛嘛 這些都很多想像題材 好不好 就像面板一樣 你現在也不用擔心 在七月之前 東京二月之前 他還是有一波的題材 這都不必緊張 所以肉眼看清楚 今天萬論151塊 我在這邊這一根三月書畫 這三月書畫沒錯吧 對啊 我看重播有了嘛 你看我把它塗掉以後 把它發現 你看 你現在看底下長分析師 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真的很誇張 21分是不是 好 那肉眼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我 投資長我們也想知道 因為明天就是大家秉析一代的 台積電法說會的 對那今天看 欸 台積電相關設備股 像萬論還有鴻康友好表現喔 那是不是明天會有利多消息 大家先壓寶 可是一定利多的 其實我跟大家講的是說 原則上只要他不要說股力是維持不變 我覺得市場都會偏多解讀 為什麼 雖然有很多分析師 我沒有特別去針對哪個分析師 只是我個人稍稍不認同 我個人稍稍不認同 很多人說這個 鼓勵不重要 一萬有在下面比讚 同樣我不想跟你比讚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對的 的時候我不想花太多時間 下面有給我比讚 我本來想刪掉留言 為什麼 你說一家公司要成長性的 我都認同 可是問題是 台灣現在的問題 台股現在的問題 什麼最次項 你就像拍電影一樣 你要叫好又叫做 叫做才重點啊 是 什麼 台灣現在只要 殖利率夠高 他就馬上股價展給你看 我只可以舉一百個例子嘛 華碩嘛 是不是 是 宏基嘛 是不是 你知道股率夠高 殖利率夠高 中甘股嘛 殖利率夠高 市場絕對買單 這就是這樣子 短期內台肌店要展 你就是要殖利率夠高 就很簡單 你說中間期內 對 成長性 千億資本支出 你今年就要花9千億了 就要花9千億 你去年才賺5千100億 勢必要借錢了 那你不如你 你多花一點錢給股東 多花一點錢給股東怎麼樣 你資本支出用借的為什麼不行 搞得好 有人邏輯很奇怪 網友要跟我們比這樣 我就覺得很正 沒關係 因為這個分析師就是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啊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 達到我的程度 但不需要我 我都 有人就在下面留言說 哎呀 畫面給肉依 哎呀你借錢去發股利 我沒有借錢發股利啊 我是告訴你 就資本支出去借錢啊 是 你5千100億 5千100億賺了5千100億 你七成拿出來發錢又怎麼樣 花3500億 來發股利又怎麼樣 EPS 14塊要怎麼樣 你說你聽得懂的意思嗎 聽得懂 是說 那你現在變成說 哎我全部都不要發了 然後少借一點錢 這也是邏輯很奇怪 我只叫你資本支出的地方 你去借錢 這 這什麼做錯的事情 這個不叫借錢來發股利啊 是 是什麼 借錢來做資本支出 多一點錢來發股利啊 所以邏輯很重要好不好 這跟 當然 所以同朋友 我會跟你講一件事情 要跟我辯論邏輯 你先問我自己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辦法像我一樣 大軍未動兩草先行 想到這樣的邏輯 想到這樣的盤感 第二件事 有沒有像我一樣 續測到千億資本支出 領先東升財經 領先非凡 我可跟你大聲跟你講 不知道現在沒有人 跟我討論這個 argue這個事情嘛 就像我跟你講 我全台灣賴吉 Terry粉粉絲的人說說 不會有人跟你講這個東西啦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第一名 對 演講人數我也就是第一名 同朋友 我看到你看不到未來 我要跟你講 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很多人說資本支出 這個不重要了 可是明天會不會是一個轉折點 是 可是我跟你講 市場上最想要知道是鼓勵 那明天他會不會講 明天他會不會講 我不知道 他會不會講我不知道 可是很多人想要知道他 他會不會講 可是他一定要提高 他如果維持2.5元 我跟你講 對台積電 今年的台積電 很難突破歷史新高 很難突破 我要是告訴你 鼓勵才最重要的 好不好 有部分人認同我的說法 有部分分析師不認同的說法 可是我跟你講 我覺得這台是重點 這就是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可以抓到最重要的東西 我要是跟你講 我可以抓到最重要的東西 你們資本支出這東西 他已經告訴你3.1000億了 資本支出他有人說 法術會告訴你是下半年營運好不好 一定好嘛 不好怎麼敢3.1000億的資本支出 1000億耶肉依 對 3兆耶 美金 對啊 3兆耶 沒有一家公司的資本支出 像他這麼誇張啊 你懂不懂 是 對啊 3兆台幣2兆8兆台幣耶 是不是 所以我告訴你這個一定 不論是營運 或者是資本支出要持續 這都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重點是鼓勵的 只是說除非資本支出 他告訴你3年不止1000億 還要更高 那股價可能再上去 明天就算不講 也有可能會再上去 可是絕對不要跟你講說 股力維持2.5元 這個是利空 我告訴你 最重要的是鼓勵 不是資本支出 因為資本支出已經知道了事情了 可是會不會 明天什麼都不講還會漲 也有可能 因為市場怕他講什麼利空嘛 你懂嗎 或者是反應 反正大多的行情 不論有沒有講什麼話 都是漲 利多利空都是 都是怎麼樣 都是一個多頭解讀 這很重要的邏輯 你記得很重要的邏輯 邏輯很重要 股票就是這個市場 就好玩就是 大家都覺得大家是天才 可是真正的天才只有一兩位 真正的贏家就只有幾位 好不好 可是你不必成為股市贏家 你還是可以賺錢 為什麼 因為你跟著贏家的路走就可以了 你跟著贏家的路走就好 就可以直接模仿了 好不好 我一直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好不好 那我真沒有特別去抵觸任何分析師 可是 有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是 我直覺就告訴我 這個是最重要 這個是最重要 我就要跟大家講 不然你看萬論這一波我抓到最高了 對啊 為什麼是選武冠軍 那個禮拜就只有我 你看全市場在比賽 選股比賽的人 就只有我那個禮拜 全部壓萬論 全部壓那個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對 這只有我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千億美元資本支出 我還提早一天跟你們講 你們當天還可以買 是不是 這個就不用再播重播了好不好 播不完了好不好 好 再跟你講 我又不要講漲的股票 我特別講跌的股票 好 通常這加班怎麼看 演講那時候送的 這個線型 你說破了 它其實這個底部就在70元 它就上去又下來 就是比較牛皮股啦 好 稍微對大家 稍微不好意思 可是我跟大家講 演講的送的股票股 絕對有高點讓你出啦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啦 只是我覺得 它也沒到那麼差 好不好 那一樣 我一直 我一直跟你講一件事 我說車用電池是做中短的 對 可是 台積電資本支出做什麼 做長的 因為它是三年一千億 它是三年一千億 會做得非常好 好不好 是萬論 還有紅坎 紅坎 紅坎 紅包好運來 你看不出來也是要噴的嗎 紅坎也是非常看跌 這個很注意喔 好不好 2464 蒙利也有一點點 台積電設備概念股的一個題材 好不好 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說 來 漢堂 漢堂這個也不錯喔 這金字日報選股 我反而覺得 其實全部裡面殖利率漢堂最漂亮 如果金財是因為殖利率不好 那你漢堂 你要不要是因為殖利率漲 至少不太會跌嘛 是不是 是 因為殖利率有6%以上的股票好不好 這我慢慢跟你講 還有敦泰第3 敦泰第1跟敦泰第2都走掉了 敦泰第3 後來怎麼看 沒怎麼看 他昨天漲創新高就是好股票 今天被洗下來我覺得很正常 這沒什麼不好 一龍本來就是這種股票好不好 好 一龍本來就是這種股票 那貝東銀券就跟你講了 有些股 有些貝東銀券我有開始在出了 為什麼 因為貝東銀券就這樣流皮 就是這樣 已經流皮幾個月了好不好 好 如果是心臟外科的醫生 如果這是病人的脈搏 我會宣判他死刑 已經宣判子 好 好 好 我可能需要AED 可能需要CPR 這跟大家可能要奠集一下心臟 好不好 是西雲部他死刑 可是沒有 可是不會到做空 好不好 因為死刑就這樣 頂多是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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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就是沒有動了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沒有動也不代表跌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比如說同事長 我今天特別講一些跌的 但其實金財怎麼看 金財就是殖利率問題 可是你說 他股價會不會到很差 我覺得也還好 因為股價殖利率一跌 殖利率一跌股價就漲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今天很多股票 該講就講 華航持續會上去 友達的問題是漲太快了 好不好 那友達跟群賺你看 24006 你有沒有發現到 之前群賺是一度贏友達 對 可是你看群賺跟友達 我的解釋是誰 友達 答案出來 我都解釋友達 所以這個就是盤桿 這盤桿我沒時間跟你講那麼多 可是你會邏輯上來看 來做一些事情 你看群賺 第二月份的EPS 就沒有那麼漂亮 所以就下來了 所以這一波是群賺 帶動友達的下跌 可是你看友達 對說還是比較相對看跌 所以你看我講一些標的 就像華航跟殘龍航 我說航運股 你看我說出國旅遊這些東西 可是你看我反而先講華航 為什麼 因為我怕這些殘龍陽明 股價散去的 這些貨育股價散去的 我沒有賺到 所以我要順便用華航來押寶 兼顧觀光 兼顧貨運客運的 一個怎麼樣 一個繁榮 這兩個都有 投資票 所以你想要看這個分析師 這是一些妹妹咬咬 妹妹咬咬 這些小小的細節 你在每天看診當醫生 或者你當工程師 其實你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觀察這些細微面 你懂不懂 包含我跟大家講說大軍未動 涼草先行 還跟台積電預告 華航的預告 你看那時候575元 你關10張就好了 投資票 都這樣 10張600多萬我買不起 5張可以吧 台積電資深工程師 醫生買不起嗎 5張你從575到現在613 加上那個 加上那個殖利率嘛 對不對 應該是615嘛 加上那個鼓勵嘛 對不對 差不多40塊 40塊 一張賺多少 4萬塊 五張賺20萬 會費有沒有 他們有啊 而且我相信很多人 這邊看我的粉絲 不只是 只有兩三百萬資產 可能有十三好幾千萬資產 所以去想想看 你要怎樣的股票 怎樣的分析是好 不是怎樣的股票 所以童貝 我今天告訴你一件事 從AES 或者是說6187的萬潤 其實這個是大多團情 我告訴你風險 可是肉依 我有告訴你要做空嗎 沒有 我創造一定要做多 而且我告訴你什麼 幾月底之前用力做多 4月底以前 肉依4月底 現在幾月 現在已經接 4月14號 所以還是做多嘛 只是告訴你風險不要追高 所以拉回你要找買點 所以明天 如果台積電一個法說會 告訴你超級好消息 但最重要是鼓勵 除非他告訴你說 我營收的多好 或者我資本支出還在增加 可是基本上這個變動不大 市場就要有是鼓勵 相信我的判斷 要有是鼓勵 鼓勵如果不好 2.5元 其實市場會稍微失望 2.75元也是一樣 好像施捨一樣 沒有意義 我覺得至少要3塊錢 才算真的有利於股市 好不好 好 如果到時候跟你講這些東西 台積電馬上漲上去的 你會後悔 禮拜四是你最後加碼點 而且禮拜五要進軍什麼 最新的冠軍選股 你看喔 連續兩週 選了以後怎麼樣 直接漲停 對 六檔有五檔 所以禮拜四禮拜五 我要開始慢慢的進軍 冠軍選股 尤其禮拜五 禮拜四可能是最後加碼點 為什麼 因為可能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可能就噴出去啦 我是不是要買台積電設備概念股 欸 我不告訴你 可是 明天如果 台積電如果 法說很好 告訴你什麼鼓勵的問題 好 告訴你鼓勵要增加了 我告訴你禮拜五台股 你就大漲特漲 投資產你來自未來 而且我這個哏還噴了快一個月 是不是 你覺得你好厲害 有必要嗎 你不需要羨慕我 我本來就厲害 不然怎麼粉絲那麼多 是不是 瞬息想想看 你剛剛講話大舌頭 還是粉絲很多啊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你 看不到未來 同樣歡迎來電下群 080668085 080來來8085 明天可能是你最後加碼點 也是你 可能是你冠軍選股 最後一天加碼點 你要趕快來電來電 不要到說台積電法說利多 出現以後台股噴出去後 投資產 你又來自未來 我又沒有買到標股 那個 我只能說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 千金 難買早知道 去想想看 你要怎樣分析師 我一切一切預告在前面 台股雖然看起來很恐怖 很恐怖 上位指數連四天下跌 可是我要告訴你是 其實明天可能是你最後的買點 我希望你好好保住 謝謝各位 歡迎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下小鈴鐺 想要把握最佳的進場加碼點嗎 趕快來電下群 080668085 榮耀好海捷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